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德 本來下一步想做個輕鬆的類型 結果遊戲一款接一款的粗 只好再割一下了 不朽覺醒 只想看評測的部分的話請自行轉跳 因為我可能又要廢話一下了 遊戲代理商為Gmail遊戲 在香港的公司為自媒網路科技遊戲公司 以往在台灣代理過的遊戲 大部分都是來自三區戶宜旗下所開發 所以Gmail遊戲與三區戶宜這兩間 如果不是母子公司 就是商業合作夥伴 而這類公司對外有很多跳板 也算稀鬆平常了 像之前的爵士先王 雲三層之歌也是屬於他旗下的作品 而該公司也跟很多媒體代理商一樣 遊戲品質對他們而言根本不重要 反倒是藉由大量投放直播帶貨的方式 讓人無處可逃的病毒式廣告 不斷開發陌生客群或者重複讓客長掏錢 但這類方式目前也會面臨很多缺點 最主要的是 同行也都會做 要競爭曝光度就只能加碼買版位 但我們知道 想靠買量來永遠獨佔市場鞏固利益 並非長久之策也並不現實 只會讓廣告投入的佔比越來越高 但實際營收越來越慘 用最簡單的比喻就是 廠商也在玩一款名為市場的MAO 想要佔率越高 讓別人都能關注 就只能不斷課金 但有天你只要停止課金了 你就會被其他課長屌打 說到底 就是角色沒有任何競爭力 你會換皮 他也會 大翅膀買一送一 閃量稱號比比就是 尤其在中國 美術技術大量備捲的時代 如果只是要掙錢 當然是可以的 不過這樣的產品 是站不上世界舞台的 這也很明顯的區別 那些好遊戲 為何不用特別去打廣告 卻能不斷滾出利益 跟熱絡的討論度 好啦 扯遠了 來講講本質的遊戲吧 順著內容去摸索 可以找到在中國 這四款還在申請版號的遊戲 也可以下載到中國版 去年在中國也有內測過 這也是為什麼玩家在遊玩時會出現簡體的關係 而巨妹這間公司也只是個代理商 本身不具有製作遊戲的功能 所以該款遊戲99%是中國生產 不過產地為何其實我並不關注 重點是品質如何 遊戲名字為不朽覺醒 以及韓系暗黑為主打的放置MMO 聰明如各位觀眾 應該可以猜到 這方面他想對標遊戲是誰了 職業選單方面 從這裡可以看出 是借鑒了過去的開發經驗 且包含動畫呈現的方式 這在後面我會揭曉答案 各位可以猜猜看 雖然依舊是幻皮傳奇跟仙霞的風格 但還是可以胡胡那些沒看過世面的萌新 而遊戲的開始劇情 如果是玩過某款遊戲的老玩家 應該會覺得很熟悉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開場 再加上這組城鎮的風格 然後點開大世界地圖一看 根本就是直接照搬D3的命名方式 還有這個旗幟功能 後續也有很多類似的場景 跟怪物的命名方式 這邊就不一一列舉了 真的只能說 換皮換到臉都不要了 3D力位方面 並不如選單那樣呈現的精緻 這說明他只是把之前的模組搬過來換皮 並沒有從底層做翻新重製 所以除了UI介面不同外 其他的結構都會是同一套 所以角色呈現出來的精緻度 就依舊很換皮風 雖然我有噴亞瑟那款遊戲的玩法 但美術有下功夫跟敷衍了事的差別 各位一看也是能清楚比較出來 而建築方面 廠商就要感謝美術了 至少氛圍的呈現是有的 人物在城鎮走動的時候很詭異 你可以比對NPC的移動跟我的走動 很明顯在地圖移動跟鏡頭速度上 動作模組並沒有完全斜接 但座上做起卻很正常 應該是後期放棄優化了 畢竟課金賺錢才是老大 這點小細節並不重要 遊戲內容依舊為老三樣 放置課金充戰力 單純只是換了個美術風格 內容上並沒有任何創新的變化 戰鬥方面 你敢相信怪物被打的時候 居然會有受擊反應嗎 我看到的時候真是太驚訝了 這比起某些標榜一種打擊幹的MNO厲害多了 不過這只限於某些送食的小怪 其他BOSS包含操作角色 就是依舊動而不動 而特效比某款標榜眩品的好上不少 如果能做成ARPG應該是蠻愉快的 而遵循了換皮的規則 課金點也必須要有常規的 MVIP手廚跟返利等 讓每個人都能花點小錢拿廢物神兵 別看是小錢 亮多起來也是很可觀的 畢竟蚊子腿也是肉 而且有些課金點是要隨著等級提升 才能慢慢顯露出來的 可能是怕玩家一開始就被勸退 但其實這樣東躲西藏 最後不也是會被卸宰嗎 然後有些活動跟課金頁面 也蠻有衝突感的 很像硬把其他遊戲的UI稍微改一下就放進來 而其實玩到後面 眼睛的玩家就會發現 這款其實很高程度上是某款遊戲的翻版 就是因為實在太過眼熟了 我認真翻了一下腦海中被磨損的記憶 最終在奇蹟MV正中續作找到了答案 這邊直接對比幾個地方 首先開頭這邊都有這種傳的動畫 而直接選擇 也會有這種動靜切換的輪映效果 而這次遊戲中的選單畫面 就連圖標的設計都極為相似 廠商可以再偷懶一點沒關係 再來角色選單這邊 結構跟配色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而技能畫面也是一樣的風格的技能展示 而實際上三期與網禪 雙方確實在2014年合作過 並授權IP開發出大天使之劍 而後續三期也以奇蹟這IP 借劍開發出不少款遊戲 當然也不能排除 他們雙方可能有技術的交流 而也有可能只是純屬巧合 畢竟但凡是個人都會跑步跟游泳 而且這只是純屬美術上的借劍 玩法上還是中國那原汁原味的老傳喜 所以就是 像 但又不完全像 而眾所周知 即使發生任何侵權問題 外商也告不了中國 畢竟這可是連法律都允許的事情 就算是大方的借鑑 又何必驚訝 不過這邊也可以建議遊戲改名叫做 奇蹟西恩 不朽韭菜 才能繼續撰爆遠遠不久的韭菜 結論 科技死於人性 換皮死於利益 不得不說廠商其實很聰明 直接借鑑奇蹟賺最多的系列 學個87%像 就能當作自己的大作來自我驕傲了 然後繼續重複這樣的模式 我蠻希望未來這些廠商 能繼續增加無效的廣告投放 然後拖垮實際毛利 看這樣子會不會有一天 幡然悔悟重新做人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的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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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